高國慶是連續第二場比賽 擔任先發的第五棒的位置 球數一號球一派球 有綠色坦克支撐的 阿美竹職棒球員高國慶 二十年前出登職棒殿堂 採用十一天的時間 就揮出職棒生涯第一支拳雷打 而這二十年的職棒生涯 高國慶斬獲多項個人獎項 達成百轟千安的紀錄 拿過六次總冠軍 但十九號高國慶是正式宣布 將高掛球鞋 成為統一師二軍的首席教練 在這個環境二十年 沒有因為任何其他原因 比如說受傷 還有什麼事故的關係 沒有上去一軍 那整整半季沒有上去 我就開始有心力準備了 今年四十五歲的高國慶坦言 三年前球團總經理 已有釋出是否退休的訊息 但即使心中有再多的不捨 如今也該是時候了 小學四年級開始打球訓練 那我一直在這個過程當中 到現在我都一直很享受 這三十幾年這樣子說要 要放棄 很掙扎 對 既然決定了 就好好在面對未來 這屬於自己個人的 那我該放下了 他也沒有離開 只是在不一樣的角色 去幫助我們 還是留在棒球場上面 對 距離高國慶站在打擊區 已經是五百多天前的事情了 對此統一師是特別在五月二十六號 要為高國慶舉辦引退賽 而當天也將是高國慶最後一次 以選手的身分先發出賽 站在打擊區 也要向多年支持的球迷鄭重道謝 原來新聞 怎麼回到台北市採訪報導 北市採訪的